不知道它这个还在继续是不是也代表着威少的签名鞋还能再继续 今天给你们来聊这双威少的one take 5代 鞋盒还是近期威少的鞋盒 白金配色可以打开它 这个应该也算是威少最后一代的新款 鞋面的材料依旧非常多元 鞋盒部位是这种工程网眼的鞋面 一直延伸到鞋舌上 然后在鞋舌上也会有很多这种海绵的填充 去减轻鞋带给脚背带来的压力 然后在前掌部位会有一圈这种软质的TPU 一方面保护我们的脚趾 另一方面可以起到很好的鞋上支撑的效果 同时和内侧的这块脊皮材料组成的鞋带孔 给这双鞋前掌带来了非常好的这种锁定感 然后中足部位它是用上了这种打孔的皮质 内侧也一样 然后和前掌缝合的位置 它直接把它的线圈给做了出来 然后后跟又用上了这种脊皮材料做了一个环绕 然后到了后跟这里会多出一块威少的logo 鞋舌上也会有Jordan和威少的logo 然后中底就是全掌的发用泡棉包裹着前掌一块扇形的路 先开鞋垫大家应该会看得比较明显一点 前掌它是用明显的一个扇形的凸起 就可以说鞋垫之下你的脚就可以直接接受到用 上面也会写Jordan Westbrook one take的袋 外底就是全掌的人字纹橡胶顶 这句话其实挺细节的 威少当时拿到182个三双超越了这个Aspam-Butsen 很显然现在威少已经不止182个了 不知道它这个还在继续啊 是不是也代表着威少的签名鞋还能带继续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这双one take五代的上脚 首先这双鞋它的鞋楦还是偏宽的 但是由于前掌这两块特殊的绑定呢 使得前掌这块它的锁定感还是非常之强的 要相较于前几代的one take 你一上脚会感受到前掌这块会有一些压迫感 但这个你穿个一两场慢慢就会磨合开了 然后前掌这个工程网布的鞋面 它也不会去压迫你的脚背 整体中底下你一上脚就可以感受到前掌的这块扇形zoom 这个可以说是整个one take系列 或者是说整个威少系列最标志性的一个特点 就是前掌的这个zoom非常之澎湃 这双鞋除了会适合像威少那样 就是大体重爆发力很强的后卫之外 我觉得它去适配一些 需要脚踝灵活度的内线球员 甚至是封线球员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但是它可能不太适合一些灵动型的后卫 因为这双鞋它整个外体做得非常平而且非常宽 好处是让这双鞋变得非常稳 但是随之丧失掉的就是它的一些灵活度 就比如说变相的时候会没有那么自然 它会比较适合那些直线突破 或者是一些战装打法的球员 就这双鞋目前来说威少还没有上脚 不出意外这个也算是威少最后一个新款 我建议大家可以稍微再等一等 等等看后期有没有更好看的配色 或者是更低的价格 好了那么这期视频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不关于这双鞋的问题 或者其他球员的问题 记得可以在下方评论也可以直接私信我 好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谢谢